这边今天又是堵车呀 我刚才看了一下导航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堵 算了 而且我今天早上登长城 起得太早了 我现在打算睡一觉 太困了 刚才开车 开的真的都要睡着了 床车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 我睡一觉醒了 看看堵不堵 不堵再出发 刚睡醒 现在是七点半 打算喝杯咖啡 继续出发 咖啡已经冲好了 喝完出发 给你们看看 外面穿梭的车流 哇 这种感觉真的很爽 如果开轿车自家的话 是体会不到的 没有这么惬意 没有这么舒服 我现在比较担心一点 就是不知道刚才睡觉 有没有被贴发单之类的 不过看前面两辆车 都停在这里 应该是没事 下车看一下吧 刚才看了一下 没有发单 挺好 我停车应该是车位 没问题 上到厕所 出发 出发 刚刚看了一些导航 还有差不多七十多公里 到达目的地 不过现在呢 喝完咖啡 已经睡了一觉的 我彻底不困了 刚才这高速上 真的是 特别特别困 感觉随时都要睡着 都可以我找到一个加油站 终于到达目的地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半 刚才去超市采购了一些物资 看这边是瓜子 火腿肠 饼干 苹果 这边的苹果很便宜 才四块五一斤 这些是小食品 这些是各种小食品 饼干 蛋糕之类的 这些一共花了七十多 很便宜 然后这边 这边是 速冻水饺 五块钱 一会儿煮饺子吃 今天晚上还没有吃晚饭 很饿了 刚才本来想买一桶纯净水了 这边的纯净水是六块钱 十八升 我这个桶正好是十八升 但是看还有一点水 所以说一会儿我要把它煮饺子 全用煤 然后明天买一桶 正好可以装满 如果买那种 那种桶装水啊 比如说哇哈哈什么的 那就我估计装满它 至少要三十块钱吧 卡式炉已经准备好 水已经准备好 现在我要去后备箱 拿酱油和醋 我的装备还是很齐全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厨房 我的小车 我才发现我没有醋啊 没关系 酱油也行 我买的是这个海鲜酱油 特别鲜的 这是我刚才买的饺子 有点小 小巧均质 三块五一斤 三鲜的 我买了五块钱的 一斤多 今天晚上估计要吃成了 多便宜啊 自己煮饺子 加上水加上气的话 应该超不过七块钱吧 我来rios了